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扎带上面还有个小开关 用手按住它以后 轻轻一拉就开了 所以在遇到这种扎带 我们不需要用剪的把它给剪断了 如果把它剪断后呢 那就不能接着再用了 就报废了这个 那么用这个方法呢 给它拆开以后啊 它还可以接着再用 这个方法呢 非常简单啊 不需要用专业的工具 只要用手按住它以后呢 轻轻一拉就行了 这个方法呢 操作的时候非常的简单 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你来看 这个扎带呢 扎的非常的结实 你看 然后我们给它拆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把上面这一角 给它搬下去 你看 这样给它搬下去以后 中间这个位置有个小舌头 它是一个锁纸的 我们把指甲把它插入到里面后 这样往下一按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 轻轻一拉 这个扎带就开了 非常方便是不是 这个扎带呢 也不影响下次使用 你看 我们把它再弄上以后 也是非常牢固的 一点也不影响二次使用 这个扎带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也是非常简单 只需要把指甲插入以后 往下边一按 我们轻轻一拉就开了 这个扎带呢